欢迎来到今天的午休不演了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 深蓝团体要成立一个思想纠察队 要针对国民党从政同志的种种言行 检视他们有没有背离 他们所谓的什么党魂宗旨 那这件事情是我在昨天晚上看到的 在一些蓝营的群组 那我确定这不是反串 因为确实是我也算是认识的 这个深蓝团体传出来的 所以我确定这不是反串 这件事情为什么我决定拿来讲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知识体大的事情 我相信一般可能 如果我不讲话 我觉得其他人大概懒得讲 但是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我知道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重要的事要谈 包括我们的疫苗 包括我们的这个莱猪 包括罢免陈波维 其实很多东西都很重要 但是呢 在讲这些东西之前 我觉得还是要来谈谈这件事情 我真的很害怕这一些人 搞出这些东西 拖了大家的后腿 所以我还是当乌鸦 反正我不怕得罪人 要骂就来骂我 不过呢 在讲今天的主题之前 稍微回应一下 昨天我讲这个罢免陈波维 反应非常的热烈 那有网友有关心说 罢免陈波维是怎么样 我昨天说我跟这个当地的发起团体 我有聊过 上周路的时候我去下去接讲 跟江启臣那时候下去的时候 我有跟在地他们聊一下 他们说根据这个民调 支持罢免的比率是很高的 可是投票率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 那我昨天算过嘛 你支持率就算有六成 可是如果投票率只有四成 乘起来就是0.24 百分之二十四 那对不起门槛是同意票百分之二十五 你就没有过 你就会变成多数同意 一旦不通过 跟我们公投的困境一模一样 所以为什么公投那时候脱钩大选之后 大家都很紧张 因为你脱钩大选的投票率不会高 那原本可能获得高度民意支持的这些议题 很有可能会在这样的规则下被否决掉 所以那时候说公投脱钩 然后到8月28日 那8月28日原本还要跟罢免陈波维一起举办的 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公投延到12月18 但罢免呢 竟然延到10月23 两个又分开举办了 所以现在变成罢免那边比较紧张一点 因为公投这四大案 根据目前的民调 支持都是相当高的 但是投票率是不能够掉以轻心 但至少可能像是莱猪啊 或者像我们核四啊 或者是藻礁啊 这几个议题还是会有一些热度的 会让大家出门投票的 但是罢免就真的是很严峻 因为你不要以为这个25%的门槛很好拿到 因为我们历年来的大选的投票率 了不起大概也就是六成左右 而且其实近年来是逐渐在降低之中的 那六成之中呢 你要拿到一半的这个支持 大概就是三成左右的票 可是如果说你的投票率 如果只有五成的话 那你要拿到一半的支持 那就是25 所以事实上 不管是公投还是罢免 当初最早的版本叫双二一门槛 就是投票率要50% 过了第一关之后 你的统议率还要50% 这样才算过 那后来修改之后的版本叫做 你总共的投票率 就不管了 就废除这个门槛了 你最后的那个同意票 超过投票权人的四分之一 而且同意比不同意多 那这样就算通过了 可是这个四分之一 它的计算的基础 仍然是基于投票率50% 然后有一半的人支持 一半的人投票 其中再一半的人支持 所以这其实并不是一个 很简单的门槛 你不要看25% 因为我们原本会去投票的人 本来就不是百分之百 而且历年大概就只有 55%到60%左右的这个程度 甚至如果说像脱钩大选举行的 高雄市长罢免跟补选 全国炒得这么的火热 其实你知道多少吗 投票率只有4成1跟4成2 大概只有40% 在这么低的投票率的情况下 即便你是民意的多数 你都有可能因为这样的选举规则 而落败 那选举正常的那种 政治人物的选举 其实它是简单多数 所以你只要多一票就是多 但罢免不是 罢免要过这个基本的门槛 公投也是 所以我还是要拜托大家 就是真的要赶快去告诉你 台中的亲朋好友 就算你不是住在第二选区的 你不是住在乌日 乌风杀戮那边的 你不是第二选区的 也没关系 你附近选区的 帮忙宣传都没有关系 大家都台中人嘛 你总是会有亲朋好友 可能就刚好就住在二选区嘛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找到台中的朋友 你就跟他说 一定要出门投票 一定要去跟台中当地的乡亲 跟亲朋好友赶快拉票 就算你自己没有投票权 你也要赶快去找说有投票权 拜托拜托 10月23日不能够掉以轻心 那今天我看也有新闻报道 根据TVBS做的最新的民调 如果明天就要进行罢免投票 那目前同意罢免的 有50.7% 那相当是8万人 那8万人我印象中 罢免的门槛绝对大概就是8万多 所以如果这一些人都出门投票 那罢免就会成功 但是你知道 现实中的选举 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出门投票 所以这还是很严峻的 那我刚刚说同意罢免的 有50.7% 不同意罢免有24.4% 所以你看到大概是根据2比1的比例 在分配的 所以不表态的 或者是这个未决定的 大概有23.9% 然后有0.9%说要投票票 所以一般来我们在看这种民调 你就会看到说很多 中间选民或者是中立的 不表态的 大概都有20%到30%的这个程度 历届的选举民调大概都是如此的 不过我们用一个很粗浅的一个评估 就我们假设那些还没有表态的 他如果真的表态了真的走进头开票所 他的比例会按照那些已经表态的同意跟不同意的分布 所以大概事实上我们就是看同意跟不同意 然后假设我们看同意的50.7% 不同意大概是24.4% 大概就是2比1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假设假设 如果这些人通通投票最后开出来 那大概就是有三分之二的人是支持罢免的 三分之一的人是反对罢免的 所以实际上的同意率大概是66%对33%左右 不表态的我都把它假设 如果你真的出门投票了 你会按照其他那些已经表态的这个大致上的这个比例去分配的话 大概是一致的 因为就为这个统计的多数来看 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初估假设嘛 反正只是初估嘛 所以我刚刚说了 我们不担心支持率 我们只担心投票率 投票率这其实是一个还蛮严苛的一个门槛 所以拜托大家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宣传 拜托大家一定要出门投票 所以不只是12月13日的罢免啦 我们12月18日的这个公投其实也是这样子啦 我们的支持率大概都有六成左右啦 但如果投票率只有四成 那我们就不会过 多数但不通过 这是一个民主的吊诡 我们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发生 那我们会极力的去做好任何的准备 不要让这种最坏的结局发生 好我们就回到金利云美要谈的这个主题啊 这件事情其实是我昨天晚上啊 在好几个蓝营的LINE群看到的 我再度重申 我确定这不是绿营1450返串 这是一个深蓝的一个团体 叫蓝天行动联盟 蓝天行动联盟我也认识啦 我前几年也曾经去过他们那边演讲过 那他们的蓝天行动联盟的主席 叫做吴之章老师 大家也知道他在228这些事情上 有过很多的一个论述 我必须说啦 这些圣人团体其实很多人也都很善良热情 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做的一些行为 我必须很不客气的讲 真的就在扯后腿 他们昨天晚上在群组公布了一个文件 叫做蓝银括号中国国民党为主 从政同志思想纠察队执行办法 然后还蛮长的 我大概挑尽要的念 前言 讲顾总统金国先生在院长主席总统任内 大力拔跃台籍精英 李登辉接任中国国民党主席 为遂其台独目的大肆鼓吹台独思想 不单在党内 更在政府各部门运用其权力安插启动 有台独思想者流独所致 迄今党已非党 国不成国 今日中国国民党图具其行 已无中山思想 早为台独掩耳盗链借壳上市 操纵利用为蒙司徒利窃权的工具 有事者对泱泱开国大党 挤招毒化 劣解 建制萎缩自其 无不痛心 在挤无生机之时日前 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 参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利润红素 旋风披靡 在政党魂 虽未登高 但已重换中山精神 未为九智人心的苏醒 监督掌权者的严刑思想 不再是蛊惑 煽情根败的台独思维 故由此 从严查查 蓝营从政同事 思想纠察队 执行方案之催生 我觉得光是这个前言 我就看不太下去 你说 蒋经国先生 在他当年执政的这个时期 大力启用这些台籍精英的人才 然后又讲到这个李登辉 接国民党主席 然后为了这个台独的目的 然后这个渗透国民党 然后安插这些台独思想者 在国家公权力的这个部门 当然这就是张亚中老师 在参选党主席过程中 讲到这个李登辉余毒 李登辉余毒 可是我一直不是很认同 这样这个讲法 确实李登辉 他是主张台独的 他的后期 他整个的国族的认同 他是走向台独的 所以他也被称为这个台独的教父嘛 精神领袖嘛 可是你说台湾社会 整个民意的转变都是因为李登辉余毒所害的吗 我一直都不觉得 我之前也讲过 所谓的天然毒或天然台 重点不在毒 重点在天然 这个天然是考虑到明星的流变 是考虑到现实情况的转变 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 台湾跟大陆的民意也是不断的在演变当中的 你无视这些客观的背景事实 你没有从群众的心理出发 你就扣他们一个 这就是独派思想独害的一个例子 那你要用所谓的正确的教育 把这些被民进党洗脑的民众 重新的拯救回来 我觉得光是这样子 年轻人就听不下去了 那我现在讲年轻人这些生人的团体 这些老师们 就要怎样一句 他说现在的年轻人 就是这样没有受到正确的教育 都是受这个民进党的思想所影响 他当然要多听这些 多认识一些国家正确的历史史观 等等等等之类的 不要以为说年轻人 年轻人就是应该要学习 年轻人就是要多听 多看这些正确的言行思想 要多学习 不要急着下判断 要多听 多来听老师上课 我觉得真正的问题 都不在这些同读的意识形态 而是在于这样的姿态 你从头到尾就是一副从上到下的 我就是正确的教育 你要来听课 你要来听 你们年轻人就是不懂 所以要多听多看多学 难道年轻人讲的话都是对的吗 我没有说年轻人讲话都对呀 但我也没有单指年轻人啊 我就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正常人 听到你一副 你就是正确的 然后你要来给我上课 你一讲的话 凭什么我要听 光是我们对话的基础 就不平等 那我干嘛要听你讲话 同样的 如果今天 中共官方 是用一个很威压的姿态 我就是要一国两制 台湾如果不听 我就是留岛不留人 我就是要武统 那请问 台湾的民众能够接受吗 但我们相信中共的高层 一直都是很有善意的 一直都是很理性的 他们虽然提出了 一国两制这个方案 可他没有硬逼台湾 现在就要接受 中共官方一直都还是秉持着 九二共事的这个基本立场 希望反台独 希望共同谋求国家的统一 但至于这个中国 是哪个中国 我现在不跟你争 我也不急着争 因为中国大陆 目前面临的很多很多 更重要的问题 有待去解决 包括脱贫也好 包括经济的建设也好 包括对国际上的外交也好 对抗西方国家的强权也好 这些东西对中国大陆来说 都是更重要的事情 台湾的问题 你说重不重要 重要 但是不需要整天的拿来谈 我们保持一个基本的善意 跟互相的理解 大概就够了 你目前这个现阶段是如此的 至于那些民间的一些 过激的小粉红言论 整天那边胡家虎为了讲武统 讲流岛不留人的那一种 那一种就是撕裂两岸人民情感的 那一种呢 其实是应该管一管的 所以你看 为什么小粉红也好 或是台湾这边的一些红统派也好 在台湾是没有人理他们的 所以我们这边 我们要呼吁一下对岸的一些台办的系统 台办的单位 你们不要以为说那些红统在台湾 好像扶植了一些红统的言论 在台湾就吃得开 红统在台湾 是更加的伤害了两岸人民的情感 是破坏了两岸和平的道路 是破坏了两岸谋求统一的这个目标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红统是在帮助两岸和平统一 红统根本就是亚苗助长的 帮凶 所以我也要呼吁对岸的台办单位 不要再奢望 借由红统在台湾社会的言行 来影响台湾社会民众的观感 他们确实影响了 但那是负面的影响 好我们再讲回来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对话姿态的不对等 你整天一副由上到下的一种高压 威压的一个姿态 请问哪一个正常人要听你的话 无论是年轻人 壮年人 中年人 老年人 如果我一副就是不可一世的样子 我就是威压的态度 我要来纠正你的言行 纠正你的思想 你要来听我讲话 我讲的才是对的 请问我干嘛要听你讲话 对不对 你如果说今天我小时候 在家里 比如爸爸妈妈讲的话 阿公阿嬷讲的话 好像长辈讲的话要听 那长辈讲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 可是有时候这些长辈就有一种威权的一种态度 跟你讲说 大人讲话小孩就要听 小孩子听这么对 那你小时候你无力反抗嘛 你也没法去跟大人争辩什么嘛 所以没有办法 可是你出了社会之后 你自己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跟思考能力 那对于这些长辈们的一些言论 你也不一定要照单全收啊 我们可以沟通 我们可以对话 但不是用这种态度 所以很多时候你说什么 这什么理念派跟选举派之争 我说这都是假的啦 不要再把问题二分法成什么理念派选举派 你讲的一部理念派就有理念 选举派就没有理念吗 选举派就是丰派吗 就是跟风吗 就是被民粹操弄吗 这个评论当然是不公平的 请顾忌一下现实 好再来看 这份思想纠查对执行办法 他怎么说呢 他说这个对象啊 是包括所有蓝营 括号中国国民党为主的从政同志 任职中央各部会官员 县市长立委 县市议员 党主席 中常委 中央委员 党代表等 皆为本办法查查执行之对象 我看到这一段 我就松了一口气 幸好我没有加入贵党 否则的话 黄世秀的言论 大逆不道 是不是会成为你们第一个查查执行的对象 幸好本人不是国民党员 何其有幸 没有入贵党 贵党争乱 审查机制 他说由蓝天行动联盟主席 武之章副主席前达 会商礼请蓝营公正人士 社会贤达 学者社运健将党政人员等 学者跟社运健将 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包含我了 我希望不要找我了 党政人员等各阶级精英10到15元 组成言行思维审查评议委员会 客观具体而为的详实评鉴 难迎从政统治的言行思维 是否阳奉因为华而不实 空洞虚幻 背离中山思想 里外唱喝台独 作秀打压统治等 犹如从政形象 招致社会普遍非议 观感不加之举措 这个他们讲了几个 阳奉因为华而不实 空洞虚幻 背离中山思想 至于这个中山思想是什么 我们等一下可以讨论一下 里外唱喝台独 作秀打压统治 我又觉得是不是 我有可能会被列入肃清的对象 因为我在去年的国民党改革委员会的 青年组的报告里面 是有本人执笔的 连我放了一段 我说要务实思考 要思考务实滑毒的可能性 光是这一句话 我就知道有些圣诞团体 当时对我非常的不满 说黄英兄这个就是鼓吹国民党滑毒 对不对 我说你马帮帮忙 我什么时候主张过滑毒 你也知道我是民国派 对不对 我也多次的强调我的立场 你们都没有在听人话的 我说务实思考 我说思考务实滑毒的可能性 国民党作为一个开国的政党 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社会 有各式各样的言论 各式各样的立场跟光谱 今天在台湾 你就算主张 红统的言论 其实我也愿意捍卫你的言论自由 我们应该有言论市场去决定 你这样的言论是不受欢迎的 但不应该用任何强制的手段 去禁止你发表这些言论 同样的在台湾社会 甚至在中国国民党党内 你说有没有人 比较偏向 独台也好 华独也好 国民党内有没有台独 我是不太确定的 但就是你说所谓被独派思想 污染的这些人也好 他们有没有资格发表这样的主张 比如说来以里面 我现在不讲国民党 我就讲更广泛的来以里面 来以里面有没有一些人认为 我们中华民国宪法 虽然是一部统一的宪法 但是已经不合时宜 是不是应该要修宪 是不是应该把我们的疆域 符合现况的治理范围 中华民国 是不是就是台同金 你说有没有人这样的主张 有 你要不要认同 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少我不太认同 我认为没有必要 我认为没有必要 但是这些人的这些言论主张 存在 我觉得我们也必须包容 反正他也不会是国民党的主流 至少目前不是 国民党作为一个包容的一个政党 他当然应该要去捍卫言论自由这件事情 你有你的思想你有你的主张 大家接不接受 大家买不买单 我们需要经过对话跟沟通 如果这样的思想成为主流 那就改 但他不是主流 那就不能改 就那么简单 红统也是一样啊 你说国民党内有没有一些红统的言论 有没有一些深蓝红统化而不自知的一些支持者 有啊 更多啊 比刚刚那种滑毒更多啊 为了统一和统一 放弃了孙文的三民主义 所谓的民权主义的思想 背弃了中华民国宪法 背弃了中国国民党的党魂 这一些人才是真正的背离党魂 那你说这些人就应该要清党吗 就应该要驱逐出国民党啊 我也没有这样主张啊 对不对 我也认为说这些人确实应该存在啊 但是呢 这些人的声音是必须要被拿出来解释的 他们的立场到底站不站得住脚 我们可受公平 对不对 所以我向来主张言论市场 无论你是红统也好 蓝统也好 甚至毒台也好 滑毒也好 大家来辩论嘛 你说辩论上感情 那大家来讨论嘛 对不对 不要每天在那边贴标签 意识形态互相对立 然后老死不相往来 然后随随便便就贴人家一个 叛党叛国的一个标签 到底谁叛党叛国啊 为了统一又统一 这不是背弃了中华民国宪法吗 这不是背弃了孙中山先生的 民权主义的思想吗 你还敢跟我说什么背离中山思想 再来 里外上鹤台独 那请问我当年 在这个改革委员会 写的这个 思考务实滑毒的可能性 如果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 他连思考这件事情都不敢 那请问 他要如何说服社会大众呢 国民党也不能不思考台独的问题啊 因为台独在台湾社会中 他确实是一部分的民意 那我们如何去面对台湾社会 有一群人主张独立 我们要去理解他 去面对他 去处理他 这是国民党应该要思考的 你不认同他的主张 但是你还是必须要思考他的主张 你该怎么应对 更何况我讲的只是一个可能性 我多次的强调 滑毒不是我们的目的啊 我们的目的是两岸之间的和平 但是历史的整个事实 我们也必须要共同去面对 是谁分裂第二个中国 这个责任在谁身上 是1912年就成立的那个中国 还是1949年成立的 那一个中国的政权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好好讨论清楚的 两岸大家都是同胞 大家可以是好好来面对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目前没有共事 那就是维持一个基本的互相理解跟尊重 就好了 对不对 这个问题可能一时班课也吵没完 所以说这个叫作秀打压同志吗 那我再度强调了 本人不是国民党党员 所以幸好我不是你们的同志 太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做这集节目 绝对不是作秀打压同志 因为呢 你根本不是我的同志 所以太好了 那犹如从政形象 招致社会普遍非议观感不佳 你会不会要去社会上晃一圈 你们今天弄这个思想纠察队执行办法 到底社会会非议的 会观感不佳的 到底是谁 是现在国民党的主流吗 是你们口中的所谓权贵派系 利益分赃 你们讲再多 但 那是真的吗 我觉得这可以讨论啊 对不对 还有国民党是不是要 面对主流的民意 去务实的思考 国民党作为政党在台湾的 发展跟生存 这个问题都是国民党要去思考的啊 你不能全部都贴一个标签说 全部都是权贵 全部都是派系 你们都没有在思考 两岸未来统一的这些 伟大的这些蓝图 你如果没有取得执政权 你没有考虑到现实 那这个政党就只有消亡 我在专访的时候 我也问过张好中老师啊 我说 向来主张统的这一派 其实在台湾社会 是一直有一股声音的 它并没有完全的消失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 这股声音是不足够在萎缩的 那为什么 以及两岸之间的这个现况 你说兵凶占围 我们看得出张老师非常的焦虑 可是台湾民众不焦虑啊 中间的反差在哪里 雅中老师并没有正面回答我这个问题 但我当初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我想提醒的事情是 天然 天然 天然堵 重点不在堵 在天然 台湾社会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观感 为什么会对中国大陆有如此强烈的戒心 甚至是仇中反中的这种思想 为什么 一定有它的原因 一定有它的动静 你必须要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的立场 就算你不认同 你也必须了解它 我从事公共倡议这么多年 我敢说 但是你做公共倡议你不是只靠一个纯理念 然后说我的理念就是正确的所有人都要来受正确的教育 那某国称之后来说你也只是另外一个光谱的党国威权 你上台了 你如果有幸有一天拿回执政权的 你也是你想要用一个从上到下 然后把所有的刻纲 所有的媒体 所有的舆论 全部都洗成你想要的那种形状 这是民主自由吗 这不是 这不是 这背叛了中华民国立国的一个精神 这背叛了中国国民党 为了革命而奋斗的精神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特意 我真的是 昨天晚上看到 我真的觉得说 这个问题不处理不行 这个办法可能刚公布出来 可能才一天的这个时间 那我相信这些人 在社会上影响力也不大 他们只是三不五十 去比如说去国民党党部前面 去抗议 我是觉得 对啦可能新闻会爆他们一两篇 可是新闻爆出来 我讲一句难听的 虽然我在蓝天也认识一些朋友 但我讲一句难听的 那些新闻爆出来 你觉得社会大众是怎么看你们的 是觉得说 哇你们这个 很效勇善战 很威武 很有战斗精神 对不对 站出来指正 国民党这种 肌肉不振的精神 对不对 要求国民党要硬起来 哇那个 这个这个纯正的理念跟思想 又有行动力 你觉得社会大众是这样看你们的吗 拜托拜托 睁开眼睛 多看一下社会大众对你们的观感 大多数人 根本连理都不理 少部分人看到的 尤其是蓝银看到的这些新闻 都觉得这群人又来闹了 你们整天讲党魂 党魂党魂 你们的党魂到底在哪里 你们的党魂到底是什么 你们跟我们就讲得清楚 你们嫌国民党不够强硬 那请问国民党在第一线战斗的时候 你们跟上了吗 你们跟上了吗 我不是国民党党员 但我觉得我有资格讲这些话 我这几年来 不管做公投也好 做其他的政治议题也好 公共倡议也好 我一直都在第一线战斗 我也看到了国民党 有一些政治人物 也愿意跟上 甚至愿意一起站上街头 在第一线战斗 所以我认为 国民党其实慢慢慢慢有在改变的 当然不是全部 大概的或许不够快 不够好 不够强 你都可以批评 但是当他在第一线战斗的时候 你加入了吗 你跟上了吗 国民党跟上社会的时候 你跟上了吗 我觉得这是这些 自认是国民党党员的圣难团体 必须要猛心咨问的 你们跟上社会了吗 再来看这边办法的审查机制 我刚刚讲了 社会普遍非议观感不佳 到底是谁 再来做法 第一 经过观察举发媒体披露的 蓝营从政同志 严刑思维 却有普遭社会非议 观感不佳 经审评委员会认定决议之后 将在三日内发动各团体 致认定施格之个人 或是代表之单位抗议 借知警惕改正 若仍固为我行我素 将持续抗议至改进为止 我再度强调 幸好我不是贵党党员 但是你要不要把我算进蓝营 好吧 这个搞不好你们认为我是蓝的 我是觉得我不蓝 但是如果你们认为我是蓝的 会不会你们算进去 那我算不算从政 我算在政治圈里面 但是我们又要出来选 我们又要从政 所以我到底算不算你们的蓝营从政同志 至少同志这一点我可不认 我可不是你们同志 所以同样的 普遭社会非议观感不佳 经审评委员会 好了 如果你刚说这个审评委员会 会商请这个蓝营公正人士 社会贤大学者社运健将 我不知道 如果你真的找我参加这个审评委员会 我第一个要审评的 就是这份执行办法 这份执行办法 让蓝天行动联盟 就是遭社会非议观感不佳 我第一个就来审 这个执行办法本身 造成了社会非议观感不佳 所以到底是谁拟了这份 莫名其妙的文件 而且竟然蓝萌的主席 武智章老师竟然还 还是他自己拟的 我不知道 因为我看到的是 他说授权张传武 赚你转步 那你真的挂了主席 武智章老师 你也对这份文件 你得负责任 你授权这个叫什么 张传武的人 拟了这份莫名其妙的文件 观感不佳 遭社会非议 我告诉你 我来骂 总比你们上了媒体 被社会大众批评 然后整个拖累蓝淫的形象 来得好 我先跳出来骂 反正我也不怕你们来找我 大家都认识 我确实不认同你们的一些作风 第二个 他说要结合网路社群 自媒体直播主等方式 分进合集 揭发不当失措言行思维 其能立马回首 敌尽杂私 本执行办法公布周之后 生效实施 所谓的结合网路社群 自媒体直播主等方式 你们是要结合哪里的网路社群 哪里的自媒体 还有哪几位直播主 我是真的很想看看 我是真的很想看看到底有哪一些社群 哪一些直播主 我愈陪你们疯 我先话讲明 丑话讲在前来 哪个社群 哪个自媒体 哪个直播主 要跟着那一起疯的 我一定跟你们干到底 我一定跟你们干到底 不是因为我是懒的 我不懒 但我认为你们这样的行为 是严重的伤害 一个正常社会的在野监督 整个在野党的形象 在野阵营的形象 都会被你们这群人所拖垮 所以我为了局势的平衡 本人是天平座的 我们最讲公平跟平衡了 我为了平衡 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 有这个责任 站出来 你说分禁合己 揭发不当失措言行思维 对 我现在就来响应你们 我第一个就揭发 你们的不当失措言行思维 我也期待你们 能够立马回首 敌尽杂斯 不要整天想这些 有的没有的 拜托拜托 我觉得局势已经很乱了 然后重大的事情 还很多等着我们去做 做事都来不及了 哪有时间陪你们这些人 在那边整天 揪举查查自己人 而且还大啦啦 直接想说思想揪查 对耶 你说怎样 两岸都是中国人啊 那你们看起来是很怀念文化大革命那个时期啊 对不对 那些红卫兵 红卫兵们整天抓着这些 社会上的这些人 老百姓 去斗争 去批判 让他站上讲台 自我批判 怎么样 现在我们是要走回那个思想纠察的年代了吗 你们真的活在21世纪吗 现在连中国大陆都不搞这一套啊 现在的共产党也不搞这一套了啊 你们还在搞这一套 对不对 跟你说连老共都看不起你们啊 我从头到我都我真的 我是相信中共高层 其实是还是有一群有理智的人 在治理整个大陆 然后再去平衡两岸之间这个局势的发展 我相信这些人是为了和平不断的奔走而努力的 我也相信台湾社会也有一群人是期待了两岸和平的发展 包括张亚中老师啊 我认识他几年啊 我也认为他确实真心为了两岸和平而努力啊 只是他的一些做法 他的一些方法 我认为在执行上是有问题的 而且会是有反效果的 所以我不认同 那我也清楚明白讲出我哪里不认同 我对事不对人啊 我对事不对人啊 那如果你们不认同我的讲法 你们也可以反驳啊 但是我之前这一阵子 我讲了几集 对亚中老师的这些主张有所批判 那很多网友留言 亚中老师的粉丝留言 可是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反驳我的主张 大多数都是自说自话 就说亚中老师啊 他就是为了两岸和平啊 救党救国救两岸啊 对不对 你们整天小细节小毛病 我讲的那些是小细节小毛病吗 不是耶 那是根本的错误矛盾 根本就不可行的 而且甚至会有反效果的 而且不只是我们知道 连共产党都知道 所以他不可能谈得成的 这么大的矛盾 你绕不过去 那你跟我说 你要解决什么两岸的问题 所以至今我真的看到很多人 可能因为觉得说 我在批评亚中老师不满 然后去留言 去来骂我 我觉得都可以 我都接受 反正我们作为公众人物 我们也要有这个接受批评的责任 这是我们的责任 但是目前为止 我没有看到一个真正具体的 能够反驳我的主张 对不对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讨论的 可以讨论的 我们对事不对人 对事不对人 同样的 今天蓝天行动联盟 弄了这一套 思想纠察队执行办法 我也不是不能理解你们动机啊 你们就觉得国民党 就是被这个李登辉 余毒所渗透 对台独思想所渗透 所毒害 所以你们要弄个东西 然后去要向这些人物施压 然后呢 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的做法 对社会的观感是怎么样子 真的我再讲一次 现在的中国大陆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 也不搞这一套了好吗 拜托拜托 你不要让台湾社会看不起 你让大陆的民众都看不起你们啊 连中国共产党都看不起你们啊 丢脸啊 你丢脸丢到全中国啊 大家都是中国人同胞 OK 不要整天干这种事情 尤其 我告诉你 我几年前 我去过蓝天行中 你有没有演讲 我记得我当时讲什么 我还记得 我当时其实讲的并不是说 我们在核能留言终结上 用什么科学论述的主张 去打脸什么 不是的 我那天讲的主题 我特别的设计过 我讲的是同理心 我讲的是你进行一个社会倡议 公共倡议 所应该具备的同理心 从群众的角度出发 而不是由你自己自我中心 从上到下的威权思想灌输给所有人 因为没有人有义务要听你讲话 你必须要站在对方的立场 去理解他为什么他现在这样想 他最在意的是什么 我能不能用他最在意的地方 去改变他原本的想法 这叫设身处地的同理心 我讲这句话很讽刺 因为我本人是亚斯伯格 亚斯伯格先天在同理心上 是有些缺陷的 但我们可以用后天的方式 来学习这些同理心 所以很多时候 我都觉得很莫名其妙 怎么觉得我一个亚斯 比你们这些正常人 还要更懂的同理心 到底是谁有病谁没有病 为什么还用我这个亚斯 来教你什么叫同理心 什么叫做设身处地 都为他人着想 我真的觉得很讽刺 今天也是一样 我当然知道你们的动机 利益良善 心急如焚 所以你们希望来导正 蓝淫的这个思想 但你们这样的做法 有用吗 不但没有用 还是负面的伤害 所以我必须要跳出来讲话 反正我习惯当乌鸦 我习惯当乌鸦 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那一次多年前 那一次去蓝天行动联盟演讲 我觉得很可惜 看起来你们完全没有听进去 你们完全没有听进去 我记得我当时还举了那个 国外很有名套一套桌游的系统 叫龙语地下城 D&D 它是一个桌上的游戏 它建立一个奇幻世界的一个 各种游戏规则 那你可以再从中办一些假设 那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设定 叫做阵营的设定 你可以用善良 中立 邪恶 跟秩序 中立 跟混沌 分成九宫格 三乘三 九宫格的一个阵营 我说在政治上也是如此 蓝银 绿银 中立 这是三个不同的光谱 然后手续 中立 跟混沌 又是三个不同的光谱 那三乘三就有九种光谱的存在 九个阵营 那这九个阵营在各个议题上 比如说在核能的议题上 有一些统派 他们支持核能 他们认为说国家要进步 我们就是应该要面对这些科学专业 跟经济的现实 所以我们应该支持核能 来做能源的转型 但是有一些统派就觉得说 台湾为什么要核电呢 我们就主张两岸统一啊 那我们跟福建连电网就好了 可是你还是绕不过核能 因为整个广东福建沿海到处盖满了核电厂 所以就算两岸之间连着跨海的超级电网 我们还是一样用核能发电 反过来说一些独派 有一些独派跟民进党主流混在一起的 就觉得说我们就是要反核 对不对 因为当年反核跟反国民党反威权运动 是整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但这些人没有跟上时代 政党都已经轮替过好几次了 这些人还停留在那一个国民党威权政府的年时期 所以在他们这一派的脉络之中 他们认为反核反国民党反中国反威权 是全部都绑在一起分不开的 可是这个思维其实中间有很多的矛盾 比如说也有一些独派是支持核能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把中国看成敌人 既然他把中国看成敌人 他认为台湾要独立 台湾要独立重要的就是能源要独立 不过你两岸之间开个仗 然后你自己天然气质就搞爆了 那你能源不独立 你台湾独立个屁 所以其实很多的独派的人士 他们只是支持核能的 所以你看光是统派独派 蓝银绿银 对核能的立场 他在意的点就不同 所以他的立场会不同 他的思想也是不同 可是在同一个阵营里面 同样都是独派的阵营里面 他就会有对同个议题 从完全反对到完全支持 种种不同的光谱 同样的两岸议题也是啊 我们的统独 这个光谱有很多很复杂的组合 有蓝统 有红统 有华独 有台独 很多种 甚至有维持现状派 然后有各自各样的理论的框架 你说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 我会说都没有对错啊 这就是大家选择的一个差别嘛 对不对 那但是我们应该包容这些言论啦 但当然这些圣男的长辈们就会说 你怎么可以包容这些错误的言论 对不对 这错误的言论 你让它居存在 就是所谓的李登辉鱼毒 就是所谓的毒害 台湾社会 尤其是蓝营年轻人那些思想 我说拜托 不要再讲什么蓝营年轻人了 年轻人根本不听你们这一套 你去设身处地理解 台湾社会的民众 为什么大多数是维持现状的 因为他们其实不care 两岸统独的意识形态 大家只希望有好的一个生活 其实我们也相信 大陆的大多数的民众 他们其实对这种 很强烈意识形态的东西 他们也是不太在意的 当然他们对于国家有个认同 觉得两岸就要统一 中华民族 当然是重要的 可是大多数一般的大陆老百姓 他们有自己的生活 有自己的工作 对他们来说 老百姓能够赚得到钱 吃得饱饭 过得好生活 这才是重要的 你说什么两岸统一啊 什么民族啊 什么啊 对对对 都重要都重要 但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怎样都好 反正那不是他们的事情 对不对 反正中共高层 可以去或去解决 或去处理这些事情 所以同样的 我们要最抓住 他们最在意的点是哪里 大家在意的是民生议题 大家在意的是民主自由 这个才是我们在意的点 而不是那些很硬的 很对立的那些意识形态 当然也是有人很看 那些意识形态 可是在这个台湾社会里面 真正反核的只有一层 真正永和的只有一层 剩下的八层 根本不在意你要不要用核能 他只在意会不会缺电 会不会涨价 他最近近年多一个 有没有空污 他们只在意这三个 如果这三个你都能做到 不缺电 不涨价 又没有空污 随便你要用什么都可以 你要不要用核能 随便你 你不用核能也可以 但是对不起 以现在人类的科技现实 你不用核能 你又要稳定的供电 你又要不涨价 那你就是用煤炭 可是煤炭有严重的空污 这个东西都是相冲突的 那风定光电 也不能够取代 稳定的活力发电 所以这些东西都相冲突的 那你只能从中做取舍 但是我们也容忍 台湾社会对于能源的看法 能源的立场 有各式各样的光谱 这本来就是我们要去包容的 没有所谓的正确或错误 它只是选择的问题 当然在主观的价值选择之前 我们必须要先厘清 客观的科学事实 而这样子的原则 不只是用在能源议题上 两岸统突不也是如此 对不对 两岸之境的现况 你们那些主张台独的 你们设想说 如果两岸真的开战了 美国会来救 日本会来救 会把中国大陆整个打趴 对不对 台湾就可以顺势独立了 你们想的美啊 而且 无论一场战争 再怎么快速 再怎么减短 它一定是有所伤亡的 一定是有所伤亡的 请问那些 我今天真的是魄力啊 我今天我本来想要讲 讲公投也好 讲疫苗也好 讲社会大 这些时事重要立体也好 我原本不想讲这个的 但是后来看一看 然后包括我们看到一些蓝营群主 已经开始慢慢在讨论这件事情 大家看不太下去了 我说好 那不然我来讲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趁今天的午休不言 跟大家讲一下 也拜托大家 当你看到类似这样过激的言行 请提醒他们 抱持着善意 提醒他们收敛一点 在意一下形象跟观感 这真的很重要 不要不考虑现实 请你面对现实这些问题 好 所以从明天开始 我们一样回到战场上见 罢免公投缺一不可 加油 希望我们成功 以上今天的午休不言 拜拜